一人叶爱玲去年9月发现外籍女看户偷了她的现金 而且还盗领金融卡 前后总共被偷走了140万 女看户出庭时变称她是被下降头才会犯案 荒诞旅游是连检察官都不愿意相信 但是叶爱玲最后选择当庭和解撤告 并且继续雇用这位女看户 叶爱玲的儿子一人OZ谈到女看户的行径 也感叹当时蛮难过的 但妈妈选择原谅并且继续信任对方 她也尊重妈妈的决定 当时知道这件事情我自己个人是蛮难过 有种背叛的感觉 金曲新人奖得主OZ受访时坦言蛮受伤的 因为外籍看户居然长期偷窃家中财物 而遭窃的施主就是她的妈妈知名歌手叶爱玲 我爱你 我心里属于你 今生只是故意 叶爱玲在2018年发现家里的20万元现金不翼而非 以为是自己收了起来没有在意 到了2020年金融卡遗失报案 一查才发现账户有异常提领记录 第二件事计划面才发觉小偷是自家外籍看户 10个月内盗领120万 加上20万元现金 前前后后偷走140万元 这名女看户拿金融卡每次提领3到6万元 最后怕被拆穿还把提款卡丢在路边 制造遗失假象 东窗事发后 看户探称是朋友找她投资 又疑似被下降投才会采迷心窍 叶爱玲看在她平时工作认真的份上 当停以看户身上的800元现金和解并撤告 甚至还帮她求情继续录用 每一个人都会犯错 所以她释出回忆 我们希望我犯错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相信我有这个回忆 OZ尊重妈妈的决定 而叶爱玲高EQ做法 也获得粉丝和网友大力赞赏 记得最后报道